吕布 飘灵半生 只恨未逢民主 供若不弃 不愿 败为义父 哈哈哈哈 我得奉献 跟天赐应接约 别动 说吧 你想怎么死 在有了吕布这个干儿子后 义父董卓也随之膨胀了起来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他 趁着吕布的智商暂时欠费 单方面宣布要废旧帝 立新帝 这让四世三宫的袁绍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当今朝廷出帝 赵尔等入京 以为辅佐天子安定庶民 而你却几次三番网易废敌党而立书 岂不是蓄意谋反吗 尔儿要试试我宝剑 释放锋利吗 我家也未查复利 看到袁绍正面硬刚 军师李如赶忙上前劝架 毕竟袁绍家族势力庞大 属于名门世家 董卓也不想激起众怒 于是很有骨气的袁绍 看了一眼小弟曹操 便撤出洛阳 回到渤海老家 招兵买马 筹划反董 而董卓这边 则迫不及待的召集群臣 举行起了任免大典 在董卓的兵甲之下 继位五个月的汉少帝刘变 被两个小兵架出了大殿 独到九岁的汉先帝刘邪 则被董卓强行推上皇位 成了他手中的玩物 董卓在邪天子以令诸侯的同时 还把后宫当成了他的后发源 这让热血青年曹操甚为眼龙 十分愤怒 找到司徒王允 要借他的七星刀一用 看到曹操赶作荆轲之时 司徒王允从暗阁中取出宝刀 要助曹操一刀之力 随即跟曹操来了个交刀一事 把祖传的宝刀交给了曹操 让他大胆地去做屠龙勇士 而曹操为了一举成名 特意靠近董卓 为他端茶倒水 很是走心的讨好董卓 因为他知道董卓早年间也是一名猛将 就他这小体格正面不一定弄过董卓 所以没有贸然出手 打算刺激而动 再一刀了结了董卓 很快看书饭困的董卓打起了瞌睡 曹操赶忙上前 脱靴 搀扶 盖棉被 三位一体的熟练操作 把董卓服侍地打起了屋 接着曹操手握宝刀 调整方位 眼神犀利的同时 缓慢地拔刀出鞘 曹操哥 何为啊 曹 仅得七宝刀一口献上恩将 第六感救了一命的董卓 对于七星刀爱不释手 没有察觉到曹操脑门冒汗 而保镖吕布走进来后 却察觉出了曹操的异样 但这时智商在心的吕布 鉴于董卓没对曹操起义 他也没好当面揭穿曹操 随即董卓让吕布给曹操选一匹骏马 作为他的回礼 然而在阎王殿兜了一圈的曹操 看到董卓送给他的骏马后 便找了一个借口就要告辞 看到曹操急迫地逃离 吕布更加笃定自己的想法 赶忙追上一副董卓开口道 趁着董卓还未反应过来 曹操骑着董卓送的马 直接从洛阳东门冲了出去 董卓随即发下海捕文书 要通缉判贼曹操 那么曹操能逃过董卓的抓捕吗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评论点赞 东乐与您一直相伴